另外高雄市也公布了 停课学生可以发两支的快筛试剂 比中央多发一支 却因此引发质疑 校园疫情严峻 国高中天天都有学校爆发疫情 但中央7号发布新校园匡立原则 国高中改成确诊生前两天内有到校上课 匡立班级作为九宫阁同学 国小跟幼儿园还没全面打疫苗 改白级也只停课三天 家长当然会觉得有心 心里面很不舒服 它会造成疫情的扩散 这肯定的 在政府只提出这个九宫阁的方案 但是没有提出相应的配套错为 这个老百姓当然会不放心 专家认为校园放松 匡列原则疫情肯定会扩散 网友痛骂成人3加4 学生3加0 我数学真好 要提升生育率又要儿童一直死 执疑这是大屠杀吗 却也凸显台湾医疗量能已经拉紧爆 虽然可能漏掉许多也真正被感染者 但是这个是不得已的措施 事实上我们已经没有能力 去管那么多的密切接触者了 虽然是母亲节 民众依旧出门排买快筛 药局前排长龙 一个小时左右就完售 全国快筛不够抢 但高雄市却还宣布 学生确诊比中央多发一支快筛 所以多发一支给你是要第三支 幽闭的 除备有症状快筛 或者是没有症状 在第三天再快筛一次 可是如果说他有好几次 那可能这样不够吧 因为可能会不同的学生 有不同的状况 有家长觉得高雄小朋友 多一支感觉还是不够 但网友已经骂翻 质疑征用快筛去哪里 当然是疫情不严重的高雄 中央偏西南部 真的可以给高雄市府去了解一下 但市府澄清 征用给高雄市造谣已经报警 要揪出幕后造谣者 记得高雄综合报道